这个东西不是人的 我告诉你 你们不要浪费时间 你两个本事去 我为什么也来 我全都跟你就好了 我管 你走 31岁儿子在家啃老数十年 要不到钱就对父母动手 母亲忍无可忍 直接就是一巴掌 父亲恨他游手好闲 儿子却怪父亲强差因缘 父子俩为此闹得不可开交 母亲多次劝说无果后 儿子竟有了轻生的念头 父亲为什么阻止儿子结婚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 怎样的隔阂呢 本期真情调研 为你解读31岁巨英背后的故事 眼前面带忧郁的男子 名叫蔡俊 今年31岁 他的手臂上有二十几处疤痕 全是自己割伤的 原因是父亲强行拆散了他和女友的姻缘 他对此想不通 谈起这件事 蔡俊郁闷到挠头叹气 女友是四川人 今年34岁 目前人在浙江 两人是11年的情侣 最近原本计划结婚 可父亲死活不同意 蔡俊明白 父亲之所以反对 一方面是介意女友比自己大三岁 另一方面是因为二人是网恋 但蔡俊觉得这些都是小问题 两人曾同居过一段时间 感情深厚的就像亲人一般 他十分珍惜这段感情 不想无疾而终 为此他要再找父亲聊聊 蔡俊显得很气愤 狠狠地登开了父亲蔡英杰的卧室门 并大声质问他为什么要棒打鸳鸯 全然不把年过花甲的父亲放在眼里 蔡英杰话语不多 对儿子女友一事闭口不谈 蔡俊急地咆哮起来 蔡英杰骂他是智力障碍 片刻后他开始数落儿子 在他眼里 蔡俊就是一个整日酗酒 好吃懒做的啃老族 不仅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 反而向年迈的自己伸手要钱 如果不给就会被儿子殴打 蔡英杰表示 蔡俊是家中独子 从小娇生惯养 以至于现在目无尊长 他也向儿子早日结婚 可目前的情况不允许 要是蔡俊继续堕落下去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 儿子的行为让蔡英杰十分痛心 他骂蔡俊是智力障碍 只是气话而已 蔡俊其实很正常 小时候常常上台演讲 还考上了大学 毕业后 蔡俊仿佛变了一个人 既不出门 也不工作 天天在家喝酒 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蔡英杰好不容易为儿子 在长沙找了份工作 他却连一天都干不下去 蔡英杰不相信 蔡俊有一个相恋十一年的女友 直言那只是他在幻想罢了 蔡俊的女友是否真实存在 她的堕落是否另有原因呢 蔡俊有苦难言 整日戒酒交仇 她声称女友是真的 父亲那样说 是为了阻止自己结婚 这让她对父亲感到极度失望 紧接着 蔡俊来流满面 回忆起了童年生活 小时候 一家三口非常幸福 蔡俊在父母的呵护下 无忧无虑地成长 可是好景不长 父亲的出轨 给这个家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蔡俊坦言道 二十岁那年 他亲眼看到父亲 把其他女子带回家里过夜 面对丈夫的背叛 母亲选择了妥协和原谅 可换来的却是蔡英杰的肆无忌惮 接下来 蔡俊又发现父亲出轨了两次 母亲无法忍受 和丈夫分居生活 好好的家说散就散了 蔡俊痛恨父亲的所作所为 开始不听他的话 凡事都与他作对 每天晚上蔡俊都难以入眠 久而久之 白酒成了他的助眠剂 现在每天得喝两斤白酒 才能勉强睡得着 这时 蔡俊的母亲林小婉打来电话 鼓励他重拾自信 在林小婉看来 儿子并不是那么差劲 可周围邻居的看法却有所不同 邻居们都说蔡俊没有工作 懒散酗酒 吃罢王餐 是派出所的常客 记者来到派出所询问情况 民警透露 蔡俊之前醉酒后 一旦与父亲发生冲突就会报警 每次经过劝说就会恢复正常 第二天 蔡俊回到了楼底老家 刚一开门 母亲就给了他一巴掌 并指责他无理取闹 林小婉的态度与电话中截然相反 看来他也对儿子失望一久 他哭诉道 蔡俊没买一个新手机就会当掉 前前后后当了二十多个 然后用当来的钱出去游玩 没钱了就报警联系家人 让父母打钱买车票 不仅如此 儿子还时常动手打人 提到蔡俊的女友 林小婉和丈夫一样 只是听说过 根本没见过 他否认了反对蔡俊结婚一事 并直言儿子根本没有女友 女网友倒是很多 同时丈夫出轨一事也不存在 是儿子编造的谎言 林小婉讲述称 蔡俊小时候有多动症 智力有所欠缺 他和丈夫为了儿子有个好前途 特地为他报了辅导班 可蔡俊不思进去 只知道玩 高考时只考了个大专 长次以往颓废堕落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他不想给儿子施加压力 只希望他能放下身段 找份养活自己的工作 事到如今 蔡俊能否走出封闭的内心 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呢 蔡俊翻看着儿时的照片 显然他很怀念童年的欢乐时光 母亲却一把夺走照片 深持他该认清现实 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一言不合 母子俩吵了起来 蔡俊让母亲给自己时间好好反省 这需要一个过程 林小婉则认为他死性不改 这只是他逃避现实的借口 林小婉示意 如果蔡俊真心想悔过 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赶紧回到长沙去上班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蔡俊赖着不走 以为他身无分文 竟然又开口找母亲要二十块烟钱 林小婉说什么都不愿给 直接把儿子赶出了家门 走到楼下 蔡俊红了眼眶 刚刚那一巴掌 是母亲第一次打自己 他明白已经伤透了母亲的心 所以也能理解他的心情 坐在车里 蔡俊终于意识到了自身的错误 他保证会努力变好 争取做好每一件小事 尽快走出困境 为了帮助蔡俊 记者向医生寻求了帮助 医生解释 蔡俊的症状属于酒精成眼 对酒精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 学业的失败和父母望子成龙的高标准 给蔡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他的抗压能力不足 不但没找到正确的解压方式 反而用酒精麻醉自己 长期以来陷入恶性循环 难以自拔 医生建议蔡俊尽快戒酒 同时采取心理辅助治疗 家人应该与他化解矛盾 主动帮蔡俊走出自我 封闭的内心世界 本期情感故事到此结束 难以想象 蔡俊口中的女友 居然是因他无法承受压力 而幻想出来的 蔡俊想要摆脱困境 主要还得靠自己 同时家人的帮助也很重要 他必须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 一步步将酒瘾戒掉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为我点赞关注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